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用金銀鉛鐵密度分配是這個 分配做成質量相同的立方體 要做成立方體 質量相同的立方體 那他問說 哪一金屬的邊長最大 那邊長最大就等於體積最大 他問質量相同的話 那這些哪一個做成 就質量相同的物質 用這個不同的密度做成的體積哪一個最大 他們這個體積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質量 出於多少呢 出於這個密度 因為密度等於質量出於體積 質量是一樣的,是固定的 所以體積 跟密度成本比 你密度越小的話體積越大 所以你就找那個密度最小 密度最小是哪一個 密度最小是這一個 所以鐵他的體積最大 體積最大當然就邊長就最大 所以答案是鐵 答案要選D 就算不得你 我教你 致謝你 這樣做嗎? 致謝你